我喜欢画大画 其实并不是喜欢 而是我想说 到我再年纪再大一点 我就没力气画大了 那现在还有力气画大的 何不画大的呢 这是我画大画的原因 那有很多同行画家都笑我 你这么大的画卖给谁啊 我说我不见得要卖 但是我画到一张自己喜欢的画 我会很开心 那目前这张荷花呢 也是我很开心的 很喜欢的一张荷花 在画的当时呢 我就是在想象它的意境 就是非常的清凉 那么要清凉 配的这个鸟 也就是白露丝 感觉最干净 最清凉了 并且运用了一些张大千的泼墨 把泼墨泼上去 让这个荷花呢 更跳出来 更显眼 那荷花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啦 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欢写生荷花 差不多全国的各个 种荷花有名的地方 我们的植物园当然是啦 那故宫的至善园啊 桃园的观音 观音很多 那最大的是白河的 还有一个是六甲 六甲的荷花是让我最惊艳的 因为它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都有荷花 它不是只有夏天 它品种有两百多个 甚至过年 农历过年 都还可以看到荷花 我去画荷花 就认识了张洁 很奇怪啊 我们不同路去 常常都碰在一起 他看我的荷花 我看他的荷花 还是蛮有趣的 所以说呢 画家去写生呢 也可以认识一些同好 那也是一种快乐 那你在写生的时候 很热啊 荷花要开得漂亮 就是越热的时候 它开得越美 而且一大早 大概五点就要起来看 因为那时候 叶子上 花瓣上 都是露珠 非常的美丽 但是很热啊 当你很热的时候 来一阵清风 哇 这个 什么 荷叶啊 摇曳着 那个美啊 就让你忘记了 那种热的苦了 那这一张呢 就是我在六甲时候 那时候 在那边写生 当然没有办法那么大 我就是用 schedule那个笔 那个本子啊 画了一本 一本之后 集合起来 才画这么一张 但是画成了之后 自己也 觉得很开心 当你去写生的时候 你就是在 给你自己 积存一些 粮食 你写生的 一片叶子 一朵花 最后都是你画画的 粮食 的 当你需要用到的时候 你的这个写生的功夫 就可以取之不尽 用之不绝了 那有人会问我说 这么长的画比我还高 你怎么画呀 我真的是很命苦 我常常跟我的画跪 下跪 我都铺在地上 下跪 跪着画 画到今天这个手脚 好像都不大好了 以后要省省用